基督教堂为何能变成清真室 圣索菲亚大教堂雄伟建筑的背后 映造的是两个帝国的荣光 这两个帝国就是拜三廷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在讲解这两个帝国以前 咱们先从土耳其的历史说起 土耳其位于地中海的东北部 黑海南部 横跨欧亚大陆 主体在亚洲 二手着沟通亚洲和欧洲的交通要冲 土耳其海峡 国土面积为78万平方公里 约等于我国的东北三省 在英语当中 土耳其和突厥是同源词 在一次外交仪式上 土耳其曾摆出了一支由16人组成的历史一战队 分别代表着其历史上的16个强大帝国 其中就有匈奴 突厥 奥斯曼帝国 在其建军纪念日日宣传片中 更是将陆军进军时代追溯到了匈奴 莫独丹余时期 以证明其历史的悠久 匈奴曾是古代 统治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 是众多游牧部落的联合体 突厥的前身 这是匈奴的一个部落之一 公元552年 突厥韩国建立 公元567年 在随朝的打击下 分裂成东西突厥 公元629年 唐太宗命离进八宾北上 灭亡了东突厥 公元657年 唐朝又灭了西突厥 公元745年 唐朝又灭亡了 尝与势力建立的后突厥 从此突厥撤离亡国 而中亚的一支西突厥部落 沿咸海、尼海、高加索一路迁徙 向西抵达小亚西亚半岛及土耳其半岛 与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印欧与系民族融合 形成了今天土耳其人的祖先 并先后臣服于阿拉伯帝国和后来的蒙古帝国 13世纪时 西迁突厥中一支名为奥斯曼突厥的部落逐渐强盛 与1453年攻占军士坦丁堡 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及拜占庭帝国 建立起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是继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之后 在中东地区建立的第三个统一大帝国 横跨欧亚非三州 东罗马帝国又称为拜占庭帝国 形成于395年 终结于1453年 是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帝国 核心地区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 领土也曾包括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 其身时期领土海包括意大利、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 西班牙南部沿海和北非的地中海沿岸 拜占庭帝国共经历了12个朝代 93位皇帝 而帝国的首都为新罗马及军事坦丁堡 1204年曾被第十次十字军东征攻陷 直到1261年收复 1453年5月 奥斯曼帝国苏丹 穆罕默德二世率军攻入了军事坦丁堡 东罗马帝国正式灭亡 到16世纪时 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已经横跨欧亚非三州 19世纪时 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衰落 在同主要对手杀俄争霸过程中 爆发过十次战争 结果都是奥斯曼帝国惨败 俄皇尼古拉一世 消息为欧洲病夫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再次战败 帝国解体 其主要寄生者就是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 而圣非索亚大教堂 可以说是土耳其悠久历史的见证者 圣非索亚大教堂 位于如今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 有继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因巨大的圆顶而文明于世 是一栋败战亭司的建筑 圣非索亚大教堂 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 善地智慧 由君士坦定大帝 为供奉智慧之神索菲亚 始建于公元325年 后受损于战乱 公元537年 查识丁尼皇帝 为标榜自己的文字武功 进行重建 他作为基督教的宫廷 教堂持续了九个世纪 圣非索亚大教堂 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 也是一个举行国家庆典的政治场所 此后 历代的拜占庭皇帝 都要在这里举行加冕仪式 以保障政权的合法性 在他们心中 仿佛只有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 才能证明自己 是被上帝选中的统治者 公元7世纪以后 阿拉伯半岛上 出现了新兴的司令 伊斯兰文明 接着十字军东征 来到了军事坦定堡 接着是土耳其人登场 通罗马帝国正式宣告结束 公元1453年 奥斯曼土耳其将军事坦定堡 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并将索菲亚大教堂 改成阿雅索菲亚清真寺 还在周围修建的四个高大的监堂 再用大健康的主义 酌和实献金刚才并以太保护了